当太阳渐渐隐落 月亮还没上升 牛家四千斤已经在锅炉旁忙着 因为下班时间一到 就要迎接客人点餐 我是温柔的牛老大 我是火爆的牛老二 我是高跳的牛老三 我是最年轻的牛老师 开工了 在宁夏夜市烹煮牛肉猪肉 到第二代四千斤接手 已经一夹子 牛爸牛妈退休交棒了 这个是控肉 这一开始是我爸爸的 拿手家常菜 客人闻到时候都会觉得很香 然后就是会跟我妈妈说 可不可以就是跟他买一块 这样子来吃吃看 老三高中就读餐饮科 学以致用是父母的大帮手 这到台北 离不开这个味道 小孩也都吃啊 他们都喜欢阿公的味道 我们的控肉饭最好吃 有隔板先做两位 拿着隔板要挡疫情病毒 座位和座位之间不马虎 这是牛家的二千斤 有肚有肠子 都下去熬 还有半斤半肉的那个 对 就是当天这样的 对都是现在的 比较有一点硬度啊 所以必须一直滚 然后用老姜下去熬的汤 我的先生现在是在厨房 然后呢 他准备好之后 早上换我们出来打饼这样 在后厂制作 最少他都是熬两个半小时 然后出来这边我们再熬 刚好跟我颠倒 这样他就可以照顾到小孩子了 好像这次的猪的疫情 我们就有申请那个猪的证明 就是会啊会问 那会跟他解释啊 博人爱吃的内脏料理 他们有台湾制造证明 保证没含瘦肉筋的 青菜炒牛肉香味呼鼻 她是牛家的大小姐 牛进来 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肉类 没有啊 因为我们牛肉猪肉 都是用台湾的 来你的控肉饭 帮你上一下 牛炸汤 蘸酱在前面啊 早上姐姐没事 就再去打个空 在爸爸妈妈退休之后 所以晚上就回来帮忙 传承了老味道 牛爸牛妈享清福了 一个摊位养活了全家六口 还要继续喂饱下一代孙儿辈 女婿们在后台前置料理 真是了不起 而这一摊卷饼 你尝过葱油饼和炒面 一起蹦出来的美妙滋味吗 乍看它像不像夜市版的蔡依林 还好没有很像 架式十足的炒面和葱油饼双煮菜 淋上特制酱汁 客人的等待再吃上一口都值得了 爸爸想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出来 主要就是葱油饼 然后包炒面 手工制作葱油饼 有去当过牙筑 和同牙筑 然后输出外面尝试看不一样的工作 我现在回来帮忙 对啊 去输出帮忙家里 这一块生意应该不一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从国中就在摊位帮忙 二十年来靠这一摊撑起佳季 你看 比我的脸还要大的鸡排在这边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就是要跟市场做出区隔 就是每一片鸡排它都要有半斤重 你如果没有半斤重的鸡排 在贩卖的时候就会把它剃除掉 我们的特色就是 我让你等你吃到的产品 它里面还是会有机 我们一口咬下就是你会喷吃 每一块都炸八分钟到金黄 就是要做到和工程师一样的精算 因为范碧凯念的是电机工程 原本是年薪百万的竹科和南科工程师 但七年前毅然脱下无成衣 回到家乡传承好味道 夏天露天的酷热 可不是全天后在冷气房里受得了的 来 好吃的鸡排喔 尝尝看钢琪锅鸡排不用等喔 你好 郭坦平他会认为说 你读到学历读到那么高 然后你要去说 你读了博士读了硕士 你来卖鸡排 你浪费国家资源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 必须要去评分 你可能在工厂 你在我们在园区里面设定一些参数 你只要有以前的数据可以去做参考 做吃的不是 做吃的每天的环境因素都不一样 你心情不好 你可能还是要照样照保养 都不会有错 但是你在做吃的 你在煮食那方面 你只要心情不好 你先煮出来东西就不会好吃 年轻的时候是拿肝卖给老板 那现在回来的业势就是 拿肝卖给自己 除了炸鸡排 也身兼业势的秘书长 以我们的业势来讲大概180坛 一坛如果假设四个员工 连老板 那的人四个 包含四个家庭 将近的一千人 是要靠这个业势在做生存 聘员工做到热油 每天更换成新油 不用回锅油炸 有的人说我放牛油下去 油就可以炸一个月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做良心事业 做生意你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不知道他吃了 可能一两次他被添 你自己在每天都要接触这块 你敢吃吗 用过的就会倒到桶子里 让合格的废油业者来收走 然后在开阀 摊位上有QR 扣一扫就知道鸡肉酱料的源头厂商 粉浆还有鸡肉 作源履历让民众吃得安心 若口渴了搭配一杯现榨西瓜汁 真是沁凉爽口 那我们是买在地底下 每个摊位各有一个设施在地底下 去做一些污水 还有废油的节流 所以这些废油污水就不会流到我们民间下水道 包括我们的水电 水电是买在地底下的 直接开走人头就有流动的水 这里可说是夜视界的模范声 还吸引日本 法国 英国媒体来台报导 餐盘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 纸类 以及美奈米成细 它会不经意地释出一些有毒的汗 有毒的堆 统一都用成本较高 但可以永久使用的瓷器碗盘 好 老板娘 上后的帮你放上面 米其林指南推出的中价位 必比登美食平价 在这也吃得到 哇 好香喔 你知道吗 只要两个铜板的价钱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吃到 必比登的美食 谢谢你 谢谢 藕色的芋头酥球 或者金黄色的地瓜球 两种口味都令人垂涎欲滴 再转到这一摊鸡肉饭 丝丝鸡肉吃起来不柴 搭配卤肉汁好对味 新鲜的鸡肉 马鸡骨头 这样子去拿 所以比较新鲜这样 慢火的话大概要三个多小时 那个明年美猪进来会影响吗 对你们的猪肉 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用温体的 就是每天先送的 好 这要摆鸡肉汁的 铜板价吃得到的 还有这家鹅仔煎 晚餐时间大排长龙 蛋煎部分煎得香又酥 没有 我们就是东西新鲜 每天是宅配运送过来的 所以我们是轻做的 所以我们的饼子可以很重视 铜板价是快要60 跟爸爸一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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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 少了国外观光客 很多夜市的店家撑不下去 但在2019年底疫情 未爆发前 这里早和外送平台合作 反而波及没那么大